美甲店蓝绿色的外墙被写满秘密麻麻的文字 满满内容不满整座墙面 业者回来巡店看到超傻眼 马上报警抓凶手 事情就发生在台中太平一家美甲工作室 9号凌晨2点半 业者正要收拾店面 却发现墙面被人涂鸦 写满了恐吓辱骂的字眼 警方获报丢业监视器掌握嫌犯身份 是一名43岁的孙姓女子 巡献将人逮捕带回派出所 进一步了解原来嫌犯跟美甲店的业者 早就认识了 根据了解嫌犯跟业者是前同事关系 不过嫌犯多年前离职后就没有再就业 经济状况不佳 被害人偶尔会提供物品救济 没想到日前苦劝对方找工作 引发嫌犯不满 认为被朋友看不起 一怒之下斗场写字泄愤 导致业者墙面被破坏 损失出股5000元 认为遭冷淡对待所致 全案依回损罪移送侦办 核心KL离经被害人也不再忍耐 提告回损 希望嫌犯不要再来打扰 TVBS新闻成熟前苏太尔廖反映 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